其实是有人把鸭鸭积鸭当宠物在养的 那我想知道说 这个养鸭人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在那个一开始 我是完全不喜欢养宠物的 我是在那个民国108年 我阿嬷往生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一直在帮阿嬷做工的 那时候有在接触护生 那时候就看到新庄地藏庵有一只鸭子 在那边自在悠有 我想说我要买六只来陪他 我就去网路 我就问脸书大神 看哪里有在卖鸭子 结果就有善心人士抓了八只小鸭子送我 从宜兰抓到台北送我 我当下要想要退货都不行了 我真的不好意思退货 八只欸 而且我以为是抓来就可以下水 谁知道不能下水 他还需要养两个月到换白毛 一定要换毛才能下水 就是他一开始会出现 有个出生出来的那个毛 黄色的对 之后我就逼不得已就必须养那八只 因为我也不能退货 人家那么好心带来给我 然后就支持我开始我的养鸭人生 就是从这样的因缘产生 那八只真的可以跟那只地藏庵的那只鸭子相处吗? 其实我们那个一开始是天真的想像是这样子想没错 而是在事实上的话 我们不能这样随意乱放生 他这样乱放生是会罚钱的 而且不尊重生命 会导致那些鸭子就是会有一些天灾人祸 他的天敌很多 让他的那个生命堪忧 所以我们后面是没有做这样的举动 只是一开始他的初衷是这样而已 原本想说要帮那个地藏庵的鸭子找个伴 结果后来自己开始鸭 对对对 就入了鸭坑 那小燕子当初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跟阿賴相遇的呢? 他就是八只里面其中一只 那时候我倒出来的时候 他们七只群聚 就这一只跑来我的脚上 又跑来我的肩膀上 又跑来我的头上 一直来跟我撒撒撒撒撒 然后他是最丑的 因为我买的那个人家送我的八只里面 都是精挑细选 就是全程都晃的 没什么黑点 然后黑点最多 他头上黑点最多 那时候我就很鄙视的跟他推开 你这吃很肉的 走走你我走的阿賴啊走 你我走的 所以他那时候第一天来就有名字 他就叫阿賴了 那就是第一只主动会跟你撒撒撒的那一只 对就是这一只阿賴 最丑的这一只 所以就是因为这些撒撒的举动 让你觉得跟他特别投怨 对 他就是这样子来跟我撒撒以后 动不动一直来骚扰我 就不小心又被他融化了 心肠很软 所以他吃后也是会这样子去跟你撒撒吗 对啊每天都来这样撒撒我 然后你每天这样推开他 然后他还是这样子 而且他在我们第一天相处的时候 他早上他就先叫了第一声 超大声的 他们小时候都嗶嗶嗶嗶嗶 然后他就嗶得很大声 然后就想说又是你 所以发出声音都是他 对啊他就一直在引起我注意 现在想来他心机很重 他就是为了他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然后等到他那个事业作文了以后 那我就决定就是他要留下来以后 他就很骄傲了 没有像以前那么撒娇了 就比较有个性了 像现在比较有个性 对对对 阿賴现在一直在说话 我就算了 对啦 对 是